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阿廷的房车世界 咱们现在呢是在腾龙洞 腾龙洞呢是国家5A级景区 位于湖北神力川市 估计知道的人不是很多 这个洞的特点呢就是大大大 非常的大 整个洞穴群呢共有上下五层 然后里面的洞呢有300多个 据说最高的地方呢有240多米热气球 都能在里面飞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据说直升飞机也能在里面飞 腾龙洞呢是中国以太名的最大的人洞 在世界上的排名 洞穴中排名呢是第七名 是非常非常大 也是亚洲最大的 洞的面积呢有200多万平方米 洞中呢有五座山峰 十个大厅 地下瀑布呢十余处 洞中有山 山中有洞 水洞汉洞相连 主洞 支洞互通 无毒气 无蛇蝎 无污染 洞内中年 寒温14到18度 非常的良快 洞内景观千字百看 神秘莫测 洞外风光山清水秀 景区门口的腾龙大户 不落差近20多年 头生如雷 非常不想 看起来非常的能够 而且如果大家进景区的话 可以在各个APP上购买门票 门票呢 如果你要选择今天去景区的话 前一天的话就要购买门票 门票价格呢是158块钱 包含景区的接送车 但是不包括景区里面的电动车 景区里面电动车呢是10块钱 我刚才在这山洞里面飞 因为我这些 大江的软件没更新 就整个飞机 没有定位的功能 就是左摇右晃 江这边的 瀑布又这么的湍急 左摇右晃好危险 所以我飞了一会儿 我就把它停住了 现在我们上去 沿着这个楼梯 去找半选他们 他们已经上去了 漂亮是真漂亮 走了全国这么多的地方 这里真的算 算壮观 算美的地方 在这里只能用手机拍来 用GoPro拍 完全拍不清楚 手机看到的还稍微清楚一点 这里洞豪窄 旁边都有水 我现在跟半选他们迷路了 应该是这条路吧 不过有好几个洞口 低头 他说主洞口 我不会走错了吧 哦 哎还是这里啊 还是这里啊 我怎么走出来了 傻眼 哇 主洞口到了 哇 这主洞口高74米 宽64米 最高的处呢 最高处呢 235米 哇 哇 初步探明的这个洞 长度呢 52.8公里 初步探明 里面还没有 探查下去 哇 这个气球 塞 神了 他这里就不费无人机了 还有这些气球啊 边上的 好凉快 但是呢 一路走上来 已经走出汗了 我感觉确实不用带外套 穿个长裤去就行 大自然也太鬼斧成功了吧 这么大的一个洞穴是怎么形成的 夸张吧 这里感觉进入了一个巨人的世界 对吧 有多么大 想象一下一个巨人 在里面生活 感觉是刚刚好 我们人类太渺小了 但这个热气球估计只是 往上飞一丢丢 对吧 哇 高度 最高致200多米 宽度64米 在这个顶的高度74米 门口里面的最高处200多米 不可思议 好吧 不可思议 看这个热气球往上升了 洞里面只有8到12度 忘记我刚才说了在这边飞无人机啊 我的无人机的定位直接失效 好吧 就在这边定位没 定位不管用 所以无人机就很难控制好平 平衡 左腰右晃的 刚才差点就撞树上了 老危险了 所以我稍微拍了一下 然后就不拍了 免得炸击 这里是一只通道里面的一个老深了 像不像人 在我面前有个水潭子 它叫万丈深渊 有一根上面的 上面的山 硬下来 就形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有没有 很恐怖的 其实就一点点起 我们现在走到深处 这边呢 更高 这上面还有很多不规则的这种 这种洞穴 看到没有 感觉就是起码有100米了 我都感觉 感觉100多米高了 下面还有 卖东西的 感觉像走进了一个地下 地下 地下小镇 哇 真的感觉像来 走进了一个地下 非常繁荣的一个小镇 里面这个空间 空间大了 真的有点夸张了 看我们走到前面 这里有一个隆岭山 一个巨大的山丘 所以这边的石头 都是日居月垒 从上面 从这个穹顶上 一直掉下来 然后击成了 一个 感觉有个二三十米高的一个 三角形的一个土堆 超大的 超级大 这个顶你看 我们现在走了 我们放弃了坐电动车 走了将近两公里 走到了 目前咱们游客能到的一个镜头 然后在这边呢 全是 全是等着坐电动车的人 我们准备找个小板子 先坐一下 休息一下 我头有点养泪了 我本身头就有点往上养 我进这个洞之后 一直在养头看 养头看 我现在 我现在头好酸 我现在头好酸 那我们现在准备走了 前面呢 我们不准备往前走 让我们坐景区的这些 不去了吗 不去了呀 你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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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拍到里面黑进去 还好啦 你往那边转 无所谓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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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多少一张啊 哦 十块 还算两张 那 还行 我以为门票里面已经包含了 我以为门票里面 哎哎哎哎哎 他说景区交通吧 对啊 门票里面 写着往返的 肯定就是刚刚不说明的那个 哇 做这个出了 到景区了 做这个做这个 老刺激 一般